講白話 撐粵語 自己有 點歡讚 Hello大家好 我是大面妹 在廣府地區有句俗語 不怕生壞命 自怕改壞名 意思是人不怕命不好 最怕名字改得不好 可想而知 名字對於廣府人來說是多麼重要 尤其是對於一些明星來說 如果有什麼不順的話 就將名字改了 既然名字那麼重要 如果是被讀錯 或者讀錯了別人的名字的話 豈不是很尷尬 哇 包豬婆 你看 那個不是盞凍嗎 好面喔 人家叫金凍 那個小鮮肉就是一言千詩啊 人家叫千詩 今晚的主持人是何寧啊 人家叫何的酒 讀錯就讀錯誒 是看不看呢 所以免得大家出現這些尷尬的場面 今期就請了十位明星的名字出來 看看你可以讀對多少歌 如果那麼巧有你的名字的話 底下留的言 第一位男明星 相信是不少女士們心目中的男神 的確是瑩瑩瑟靚正的 再加上她高超的演技 的確是風貌萬千少婦 不是少女 但是很多人連人的名字都不懂得讀 這個字普通話讀千 千東 千東 是讀千 不是千 也不是站 越語讀千 近 近 跟近苦冰涼的近 越語是同音 近字有兩個意思 第一是解作吸語 淪色 第二是解作盛事 第二位男明星 相信看中藝節目一般都不會讀錯 普通話讀何重 何重 越語讀何拱 拱 拱 這個拱字有兩個意思 第一是解作火光 這個時候讀拱 譬如拱拱 拱熱 第二是解作盛事 這個時候讀拱 拱 對應的普通話就是 拱 拱 這位歌手 相信是不少8090後的回應 特別是這首歌 那個瘋狂的人是我 我 I love you 放心 我不會唱完整首的 普通話讀 陶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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有没有人跟这位女明星是同性的呢? 有的话,打个有字 如果有看开港剧的朋友想读错都挺难 但如果在生活上,这个字就很容易跟鱼字混乱了 这三个字普通话读 舍诗慢 越语读 舍诗慢 舍诗慢 舍诗是人节下面加个诗 舍诗在我国大约有31万人口 在白家城排行282位 主要分布在广东安徽四川等地 这位当红的小鲜肉 普通话一般都不会读错 因为红 普通话读 义阳千诗 义阳千诗 不要读千诗 越语要注意第一个字和最后一个字 用足姓诗的时候读逆 最后一个字读选 义阳千诗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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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知你有没有读对吗? 多多网友提醒 上一期我连这位女明星的名字都读错 但有没有人跟我一样都读成流涛的呢? 有的话老老实实回答吧 普通话读第一声 鸟韬韬 粤语读第四声 流涛 流涛 陶字还可以组成为涂声波涂空涌 还有惊涂蟹浪 千万不要读成惊涂核浪 第七位女明星 可以说是有颜值有实力 不懂她不要紧 就眼看这两个字 你会不会读成松天 松点 或者松远 都是错 普通话正确读音是读 义 义 送义 送义 这个字粤语是读 日 送日 日 日词古和日 是解作超过散失的意思 还可以组成为日诗 日文 这位女明星有补导第一气质美女之称 但是她的名字就很多人读错 因为不常见 而且最后一个字 还要是多音词 这个字普通话 两个读音 可以读 年 也可以读 当用作姓氏 或者表示姓氏的时候 就读 年 对应的粤语就是读 寗 寗 寗 其他语境 就读 寗 和寗静的寗 是同音 有寗静安寗 长和的意思 这位女明星的名字 普通话读 张尊 黏 张尊 粤语 张君 靓 张君 这位女明星是有四千年第一美女之称 你不认不要紧 我敢说 大部分人都将人家读成 主尖 黏 粤语 谷静 都是错的 我说的对不对 是不是这么读 人家的名字正确的读音是读 朱尖医 朱尖医 粤语是读 菊静医 菊静医 菊字可能很少见 但是如果讲起菊功尽随 就很多人知道 菊字是有养育或作性事的意思 这个字千万不要读位 是读医 医 与医生的医是同音 这个医字是有美好的意思 多数是用于人名 如果你的名字都有这个医字 又被人读错过的话 底下留他言 这位女明星可能很少人懂读 但是如果有看过《璀璨人生》 里面的叶琳就为他言 这个姓氏普通话不要读减 是读看 看清子 粤语读 痕 痕清子 这个痕字有两个读音 两个意思 当用作姓氏的时候 或者表示汉的意思 这个时候就是读看 对应的粤语就是读 痕 或者易读 痕 而表示老虎声的时候就读 痕 痕 对应的粤语就是读 痕 或者易读 痕 所以读错别人的名字 不单是尴尬 还要是一件很不礼貌的事 但是如果遇到多音字的情况之下 就要尊重别人的读法 别人说怎么读 就怎么读 如果生活上遇到有些不懂得读的名字 都可以在底下留的言 到最后揭曉上一期的问题 这两个字普通话读 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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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粤语两种读法 根据康熙字典是读 老吻 老吻 而广州话证音字典的记录是 老吼 老吼 不知道你又怎样读呢 今期的问题就是 冷也扒 这部剧的名字用粤语又怎样读呢 知道的话 底下留的言 好了今期的视频暂时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一期再见 拜拜 拜拜